苏格拉底的身边为理想而生活 大家好 我是怪叔叔家的怪小弟 今天小弟给大家讲一部美国悬疑电影 大卫·戈尔的一生 贝希是纽约某新闻杂志的知名记者 这天他接到上级派下来的任务 那就是去采访一名死刑犯大卫 他是一名大学教授 却因为性侵并谋杀康斯被宣判入狱 入狱那么久以来 这是大卫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 但必须让贝希来采访 这一次很特殊 贝希仅仅只有三次访谈的机会 因为周五大卫就要领盒饭了 并且还要带上一个实习生 当晚贝希就带着实习生前往德州 汽车因为出故障 贝希不得不被迫停在休息区 前方行驶来一辆皮卡车 驾驶员牛仔男停下车 看了贝希他们一眼就离开了 这让贝希心里很疑惑 时间紧迫 贝希经过层层监狱 终于见到大卫 其实大卫找贝希来采访 只是希望人们能记住 大卫的生平和抉择 以及如何结束自己生命 加上贝希是个守口如瓶的记者 能够保护消息来源 大卫的故事很复杂 并不像媒体口中所说的那么简单 故事要从大卫在奥斯丁大学的 哲学课开始说起 一个女生波林 在大卫的课上经常迟到 最近刚好临近考试 她毫不遮掩地说 为了及格可以做任何事 拥有崇高理想的大卫没有同意 只是告诉波林要好好用功 她不仅有一同位废除死刑 而抗争的大学同事康斯 还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这晚大卫来参加毕业晚会 从同事口中得知 波林已经被退学 并且波林刚好也在现场 大卫来到卫生间洗漱 刚又离开门却被波林挡住 她一步步地逼近 大卫不知是酒后三巡有些罪意 她没有经住波林的诱惑 与她发生了关系 发生这件事之后 大卫很是后悔 没过多久 大卫受邀来到电视台 她代表废除死刑的组织 与州长展开辩论 谁知刚一出电视台 大卫就被警察 以性侵的罪名带走 波林的身上有大卫的齿痕 指甲里还有她的皮肤 看起来性侵罪铁正如山 后来波林取消上诉大卫 上演一场深受其害 不愿面对审判的喜马 而大卫到两周后 才被妻子保释出来 对于波林这样的报复 让大卫摸不着头脑 贝希觉得这个案件很蹊跷 为了更快了解整个案件 贝希和实习生 在第二天一早 就来到大卫犯罪的现场 当时康斯赤裸裸的躺在地板 他的双手被靠住 嘴巴被拧上胶带 直到窒息而死 当贝希在吃午饭时 发现那个牛仔男在跟踪他们 紧接着是第二次采访 对于康斯的死法 大卫的解释 是一种秘密警察手法 他觉得是有人在陷害他 大卫继续讲他的故事 发生那件事情过后 大卫的妻子带着孩子 和大卫离了婚 也被学校开除了 并且不再有人聘用他 大卫沉沦了一段时间后 为了见到孩子 选择重新振作 但性侵的名声一直存在 导致在朋友那边饱受争议 同时也联系不到孩子 而大卫的好友康斯 因为血癌晕倒了 说到这里 大卫的眼泪 已经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当贝希他们回到旅馆时 发现房门被开过 还有一条录像带 里面记录的正是 康斯死亡的视频 实习生和贝希讨论着 如果大卫说的是真的 那可能是右派设计陷害他 安排这场精妙的谋杀 在贝希他们的调查过程中 那个牛仔男一直在跟踪他们 实习生前往追踪 最后无功而返 牛仔男是个狂热分子 他特别崇拜康斯 还在法庭上 做出不利于大卫证词 贝希猜测 牛仔男是因为嫉妒 才陷害大卫的 但事情往往比想象的更复杂 那时候 康斯由于多次废除死刑的活动 都以失败告终 而变得身心俱疲 康斯这一生有太多的遗憾 他一直都想要个孩子 而且死亡的恐惧 让他十分害怕 为了安慰康斯 大卫选择以朋友的身份 帮助了他 直到牛仔男回来 大卫才离开 这一次大卫表明 他不是让贝希来救他的 而是挽救 儿子对父亲的记忆 贝希查看那些照片 一点一点的寻找真相 突然他发现了一些端迷 便和实习生来到那座房子里 打算模拟安发现场 在快要停止呼吸的那一刻 贝希断定 康斯是自杀的 戴上手套是为了不留下指纹 把钥匙推下 也是为了不让自己打开手铐 只是为了证明 现行制度会妄杀无辜 反正康斯快死了 何不为废除死刑而死 于是留下录像带 为不可否认的证据 而牛仔男就是康斯的帮手 贝希觉得剩余的录像带 应该会在牛仔男那边 于是实习生边利用调虎离山之计 将牛仔男约出来 贝希则潜入他家寻找录像带 贝希翻箱倒柜 终于找到了完整的录像带 康斯果真是自杀的 得到完整的证据后 贝希和实习生立刻前往死刑场 途中他们的车出现故障 无奈之下 贝希只能努力向前奔跑 可是当他到达现场时 已经为时已晚了 州长已经宣布大卫的死刑 不久之后 内卷录像带在网上疯传 全美国引起废除死刑活动 大卫和康斯用生命证明了 现行的死刑制度会害死无辜的人 另一边贝希得到一个包裹 是一卷更完整的录像带 原来大卫至始至终 都是知道实情的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卫是一个信仰的殉道者 他为之献上的伟大的祭品 就是自己宝贵的生命 这正是他基于 对人生意义的看法上 做出的选择 如果说康斯选择死亡 得了白血病 是其动因之一的话 那他要让自己的死亡 更有价值和意义 大卫的选择 则具有更为纯粹的殉道意义 好了 今天的电影推荐 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那就点赞关注支持一下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